嗨 大家好 我是若曦 歡迎大家來我的頻道 我前天呢 剛從西班牙回來 然後因為這一次呢 整個旅行都是走一個非常無敵小資的路線 就是從訂機票啊 到住宿啊 到景點的選擇 都是最低成本的方式 所以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我上一篇的機票的分享 我是從一個倫敦的小機場然後達到巴塞隆納 然後這一次訂到的住宿我覺得是CP值非常高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這次住的地方 首先呢 我覺得西班牙是一個很值得推薦大家去玩的地方 因為其實相較其他歐洲的地區 西班牙的物價算是非常可以接受 就是你在倫敦生活的時候就會覺得 天啊 怎麼西班牙這麼便宜 然後CP值這麼高 很多人都要到西班牙玩 但是很重要的是選擇住宿的地方 因為其實很多的景點都是聚集在差不多的位置 所以這時候你的住的地點就很重要 這次剛好我住的地方 它是在一個巴塞隆納的一個精華區 就是整條街都是精品百貨 然後一大堆的觀光客跟人潮 所以是在一個很熱鬧的區 比較不用擔心就是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還蠻推薦的 這次我住的這兩個hostel 它都位於在Diagodo這個metro站 那出來差不多都走路 都是五分鐘應該就可以到 所以非常的近 離很多的景點都很近 比如說米拉之家巴特樓之家 都是在這個站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 然後附近有很多景品店 所以愛逛街的人也可以在這附近 晚上每次坐就可以去逛街 餐廳也有很多 所以其實我覺得沒有說 一開始來之前這麼害怕 因為很多人都說什麼西班牙自然很差 然後晚上女生一個人不要在外面遊蕩什麼的 但是其實我這次去的感覺是還好 就是說要小心扒手 但是因為晚上人也是一樣很多啊 就不會說什麼晚上都完全沒有人這樣子 所以我是都 我差不多還是晃到八九點 然後才慢慢回家這樣子 然後想一下我這次的交通方式 我這次是買一個T10券 T10券就是它可以使用十次的 不論是地鐵或是公車 你都可以收拾使用 然後甚至你還可以跟別人一起使用 那這個T10券我覺得很划算 是因為它只要10.2歐 那可以搭10次嘛 但是如果你搭地鐵單程 差不多就要2點多歐 所以其實10次像這樣子的價錢還蠻划算的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 因為景點差不多在附近 所以其實也不會說太長 一定要每天搭到地鐵 我這次去的 我這次跑的點 基本上都沒有超過20分鐘車程 就是都在附近 像我去一個海灘啊 那個海灘超美 就是巴塞隆辣的海邊 發覺然離市區只要10分鐘的公車車程 就是對於我們這種都市小孩來說 很難想像 這次第一家Hustle 叫做The Loft Barcelona 那這一間Hustle 它一個晚上 那時候訂到的價錢 是15歐 我現在講的都是我那時候買到的價錢 可能會 跟你們之後買的價錢 會有一點點浮動 不太一樣 那這一家是一個晚上15歐 然後台幣換算大概是430左右 那至於地鐵站走路大概是4分鐘 所以是非常近的 然後因為我這一次就是走個小子旅行嘛 所以我都是住Hustle 就是青年旅館 是跟大家一起合住的 但如果大家預算夠的話 其實也可以住住看單人的 睡眠品質會好一點 這邊一定要建議大家 如果你們要住Hustle的話 要記得自備耳塞跟眼罩 因為一定多少還是會被其他的房客影響 你也不知道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除了這個之外其實都還好 這間Hustle它的設計是很精明 然後很有西班牙當地的特色 整個設計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很青年旅館啦 但還不錯 但就是設備稍微的舊一點 然後這間Hustle 它是沒有含早餐 如果你要買早餐的話 一次是3.99歐 大概是台幣130左右 其實也蠻便宜的 然後就是一個簡單的Bar 有橙汁、咖啡、牛奶 然後Cereal 跟麵包之類的 我是覺得蠻好吃的 我還蠻喜歡 再來它的優點就是 它有帘子 因為我稍微爬過 然後發現其實西班牙很多的 親眼旅館 他們都是沒有帘子遮住的 所以對於我這種很潛眉的人來說 我就會覺得有帘子還蠻重要的 因為他們的房間 不管是上庫還是下庫 帘子一關上 就會整個跟外面隔絕 所以就像有人開燈 或者是去廁所什麼的 都其實不太會被影響 有一個很大的公共廚房 如果你要冰東西啊 或是你要煮東西都可以在那邊 也有一個很大的戶外的庭院 西班牙就是到處都是色彩 然後有一些就是裝飾藝術 就是很漂亮 而且呢 最棒的是這邊的天氣 差個話題 這邊的天氣真的是太棒了 我去的時候是12月底嘛 12月底 然後每天差不多都16到16、17度 就是很舒服的天氣 然後又有出太陽 整個就是跟倫敦比起來 那邊的天氣根本就是太完美 我去了那個禮拜 整個禮拜都沒有下雨 一下都出太陽 一直到最後一天才飄一點點雨 然後反觀倫敦就是 每天都這樣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 可以在冬天的時候來西班牙玩 真的還蠻棒的 然後還要提醒大家來這邊的時候 一定要自備一個自己的鎖頭 因為這邊的Hustle 幾乎都會給你一個很大的抽屜 然後就可以把你的行李 或是貴重的東西都放在裡面 但是你就要自備一個鎖 但如果你沒帶的話 當地也是可以買 我那時候買一個大概是2點多歐 或是你跟櫃台租一個是一次1歐 看你是要用租的還是要用買的 反正都是要準備一個會比較安全 因為你知道西班牙最有名的就是小偷跟爬手 所以還是要小心一點 雖然我這幾天都還蠻幸運的 都沒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聽了太多慘痛的故事 所以我還是要很小心 所以我是在The Loft住兩天 然後接下來的兩天我換去另外一家 接下來我要來講的這間hostel 它是這次CP值最高 你知道嗎 整頓女生最驚豔的一個經驗 因為呢 它一個晚上大概好像台幣下來是要360塊 而且還有不早餐 超級好算 我在想有可能是我那時候 因為剛好趕上一個Black Friday的折扣 然後我輸入一個折扣碼 然後跑出這個價錢 但實際上現在一般價錢多少我不太清楚 可能要再去查一下 這家叫做Casa Gracia Casa Gracia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家hostel它一樣位於在大遊溝農的地鐵站出來 大概走路是兩分鐘就到了 一樣是很近的地方 然後位於在金華地盾大馬路旁邊 我那時候一經過的時候想說這家的裝潢也太高級了吧 這家飯店的風格它比較古典一點點 比較復古 然後整個裝潢比起另外一家感覺上是更高級的 一樓就是有一個很大的餐廳 然後一個bar 它的早餐就是在這個地方用餐 他們的電梯很酷 你看他們的電梯他們是有一個鐵門 然後你要把那個門拉開走進去 它就會帶你往上 一個很復古的感覺 然後像它的廁所呢 它的廁所是 不是像剛剛那一家 剛剛那家可能就是全部人工一間 這個廁所是你一個房間有一個廁所 所以等於就是只要跟你房間的那三個人 或是兩個人一起工那個廁所就可以 但是呢缺點就是它沒有簾子 沒有簾子真的是讓我覺得很苦惱 因為每到晚上睡覺的時間 我就會覺得很痛苦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規律生活型的 我大概就是十點半 頂多十一點上床 然後可能隔天九點或十點起來 我第一天就遇到個七點就睡了的室友 然後跟上五點爬起來 然後這是怎樣 還要不要讓人睡啊 所以沒有簾子真的還蠻影響的 因為他可能去個廁所或是他開他的夜燈 你都會感覺到那個不一樣 我是很簽名的人嘛 所以我一個晚上都會醒來好幾次 或者是只要有人回來 我就會被嚇醒 就很煩 所以呢還是要再提醒大家 一定要記得戴你的耳塞跟眼罩 很重要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整個房間都還蠻好的 而且他們還有就是提供浴巾 那時候一進房間 他們就是把一條折好的浴巾跟小毛巾 還有被子全部都疊好 放在你床上 感覺就還蠻好的 整間這樣的感覺就是 你不會想到這個地方只要台幣三百多 怎麼會那麼便宜 而且光那個早餐 我就覺得已經不只台幣三百多 早餐也是一個應有盡有的buffet 然後也是吃到飽 雖然說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整個感覺 就是整個吃起來是很舒服的 就是一樣有那個很好吃的可頌啊 然後有一個很像crispy cream的那種甜甜圈 咖啡 牛奶 柳橙汁 小蛋糕 優格 水果 想到都有 然後一樣就是cheese and ham也都有 很棒 那兩天我都在飯店吃得很飽才出門 然後工業時間是8點到11點左右 然後再來是呢 他們的公共空間非常非常的寬敞 一樓是餐廳跟bar嘛 然後二樓的話 就是他們整層的公共空間 它有一個很大的公共廚房 再來走到旁邊會有一個空間 是你可以使用電腦 然後旁邊有一個他們說的圖書館 有一些原文書 雖然說沒有什麼人在看 但是他們稱它為圖書館 然後有一個很漂亮的落地窗跟聖誕樹 我覺得整個氣氛是非常舒服的 它也有一個室外的空間 如果你不怕冷或是天氣 白天天氣好的時候就可以出去 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帶一兩天的工作 然後最後就看到旁邊有一個咖啡機 就想說就是手鍵 然後去給它按一下看看 結果我沒付錢 然後它就流出那個熱巧克力來 然後我就嚇一跳 想說現在是怎樣 這是免費的嗎 結果還真的是 我就趕快去拿那個廚房的杯子過來接 然後那個晚上大概喝三杯 怎麼沒有早一點發現 然後我有一天晚上在他們的餐廳吃 餐廳的餐也很好吃 我那天大概也只吃了13歐吧 我今天兩道菜 然後大概吃了13歐 對於在倫敦生活來說 我算是超便宜 怎麼吃都還是比這裡便宜 所以每天都很開心的在外面大吃特吃 所以總歸來說呢 這家Casa Garcia 我非常推薦大家來住看看 如果你也是像我一樣 旅費有限的情況之下 真的可以來住這一間 因為你就可以直接省一餐早餐啦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這兩家 它都是有單人房跟hostel 所以你們如果經費夠一點的話 也可以去看看單人房 我看那時候價錢差不多都要90到100 不便宜 跟hostel的價錢差太多 好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先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影片每週都會更新 然後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打一個讚 或是分享出去 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留言在底下跟我一起討論 那就預祝大家聖誕快樂 新年快樂 我等一下準備去交換禮物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